你自己回家煮的东西 有些顾客也是有讲 你煮的这些东西我都会煮啦 那我其实心里面在想 你也可以自己回家煮啦 你也没有必要过来这边点餐吃了 然后你跟我讲我都会煮啦 那你回家煮就好了嘛 那你回家煮就好了嘛 我是很敢讲啦 我也不怕你们播出去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的性格其实就是这样子 我叫Carmen 是刘易的老板 其实讲到开咖啡馆这个问题其实是很突然的 就好像没有怀孕然后突然就bop了一个孩子出来这样子 当时候的那个想法就是讲做就做 就是没有planning的 然后我们就真的是开始出钱然后筹备咖啡馆这样子了 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艺术的 电影啊还是画画啊还是一些音乐之类这样子的 当时取名的时候我是没有想法的 只是觉得艺术聚集在一起 然后在上网谷歌一下关于艺术的东西啊 有的没的 然后就觉得不如我们叫六亿吧 反正古六亿已经没了 然后我就来一个现代的六亿这样子而已 其实我完全是没有想法的 我也没有经常去摊店之类这样子 可是我有一个想法吧 就是我一开始要开店的概念就是我一定要找老店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 然后我就很想在那种老老的店做一些咖啡啊还是之类这样子 可是讲装横的话例如好像来这个洞 其实 其实是当初是因为没有概念 但是这一幅墙会挡住我在吧台看过来的这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没有想法 我们就觉得随便打一个洞就好了 然后真的就真的随便叫装修的 帮我打一个洞吧就变成这样子 我其实没有想到会变成网红打卡点 然后这个也是造成我们的困扰 有一些顾客很喜欢站上去拍照 即使他看到有顾客坐在那边用餐 他们还是会在顾客的周围一直走来走去 还是站在那边拍照很久 就会造成其他顾客的困扰 所以他们这样子拍照其实打扰到别人 可能他们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坐在那边的顾客却是会觉得很不舒服 这是我也是不能接受的啦 菜单里面所有的食物都是我个人很喜欢吃的食物 而且都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来的 其实那时候对主食我没有概念 但是就是觉得我一开始就是想要把这里当成家的话 我想要顾客进来有一个家的味道的话 那为什么我不把我的家常菜拿出来呢 然后就变成我们就try 觉得顾客可以接受 然后我就越做越多 这样子 其实一开始我们的菜单里只有三样东西而已 这边最好卖的当然是那个五层肉蛋饭 跟那个茄子揉碎蛋饭 其实基本上我们菜单里平均来讲啊 基本上都会有人点来吃 因为有些顾客给我的feedback就是 他们很喜欢是因为很有家的味道 你问我这一刻有什么想法 我会很老实跟你讲我是没有想法的 尤其是六亿开在疫情下 其实我们开张一个星期 我们就第一个MCO 然后就一直撑到现在 其实是很累的 我只是想好好休息吧 找一个时间真的休息下来 然后再想下一步我要怎么走 我希望今年六亿可以更走出去一些吧 可能我们会参加一些试集啊 想要更加推广六亿 可以推广艺术也好啊 推广咖啡也好啊 就是想要走出去吧 就是我会觉得做生意不能死守 就是我不一定要死守在这一边 我们就喜欢要走出去 就要旁边一个福岐尔丽 就要三人掌握管 我们请不吝点赞 什么地方 和到湾楼里 也好 所以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可以帮忙